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CT News城市新闻 我是主播吴云轩 园游会不仅能吃能玩 还有书香味 在台北剥皮寮办了一场二手书活动 现场不仅可以免费把两本书带回家 还有城市大富翁 朱峰猜猜 盖章留念等活动 也有网路通路 增加书籍以及使用者的便利 看看大家 哪个不是低头滑手机 科技改变现代人的阅读方式 但纸本书对很多人来说 还是比较有人情味 为了鼓励大家多读书 而且让无家可归的好书找到新价值 现在有网路二手书店 不定期举办二手书员游会 让民众多了新选择 阅读其实它并不是一个 那么尖色的事情 大家可以把你的阅读 整个带到你的生活里面 今年的主题就是旅读城市 你可以把书带着 然后带到每一个不同的地方去 所有的二手书都是卖家 他们寄售其满捐赠出来的 把这些爱书的人的一些 他们当初对书籍的喜爱 也透过一个活动 传递给更多的人 民众可以免费带走两本书 让二手书在每个人身上 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影响 贴心设计的小游戏 缩短书迷彼此间的距离 不可知道2014年 有哪些最夯的书 猜猜世界上各大知名城市 带你走向国际观 公益书带易卖 捐赠给独居老人及流浪猫 给出爱心做公益 小怪物即将提供民众发挥创意 华游世界 然后猜地名的那个游戏 有设计大风游戏很有趣 然后还有那个书本配对 封面配对 就蛮用心的 也许你可以趁着岁末之际 把旧游的书籍送上新的旅途 记者张立会 杨亚军台北报导 学生们放寒假了 家长们会担心孩子 沉迷在网路和3C产品吗 希望爱基金会和彩虹天堂协会 在永平中学举办新媒体营 不只要帮助孩子们 正确运用新媒体工具 更要成为有品格的领袖 说对的话 预备 冲刺 大队接力一棒接着一棒 往前冲 不过仔细看 他们手里拿的接力棒 居然是一只手机 因为这场比赛没有裁判 全靠手机里慢跑APP 记录哪队跑最远 定输赢 一群人围着手机唱歌 这一个卡拉OKAPP 直接帮你听谁唱的最好听 告诉你我没有忘记 信万爱基金会跟彩虹天堂协会 还有永平中学 一起合办新媒体领袖营 让孩子从滑手机当低头竹 学习怎样更好的用手机 和3C产品 成为改变世界的社群领袖 平常他们可能比较关注在课业上 那这些同学其实 活动的合作能力上 我觉得是一般课堂上很难见到的 那这样的能力 其实我觉得是反而更 透过活动更重要 不过要成为领袖 可不只是会新媒体工具就好 品格更重要 所以大家不只得努力争取荣誉 比赛后也一块主动收拾场地 从小事做齐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特别的故事 你的人生被什么绑架了 缝隙围观工作室 原是没有电影背景的人 带着一股热忱 借由微电影分享上帝无条件的爱 让人找到那份感动生命的共鸣 在过去的生命中 我不知道什么是爱 家里总是有一个发酒疯的爸爸 叫做什么儿子啊 那你看一下什么样子 除了喝酒疼 你会做什么啊 还有一个一直在工作还债的妈妈 干什么啊 这是吃饭钱啊 高中生的家豪 每天看着父母上演吵架的戏码 为了离开家 他甚至动了歪脑筋 跟朋友一块绑架邻居妹妹 不过回想起邻居对他的好 不但经常关心他有没有吃饭 还鼓励家豪追逐音乐的梦想 也让他后悔了 世界里只有一种混货 不管怎么努力 好像也摆脱不了 家豪 你就叫我们的家人 跟我们回去吧 但是一直有一色微光 透进我的世界 我先去看看那是什么 他被他自己的家庭 他的人生的困境给绑架 那这个小女孩是要用50万的赎金去赎 那这个高中生 他是神的保险来赎的 一群年轻人以绑架为主题 拍摄福音为电影 缝隙为光 透过家豪跟邻居之间的关系 表达上帝无条件的爱跟接纳 透过为电影 这群年轻人希望 能够有更多人 能够认识上帝 被神的爱拥抱 原来有一种爱 一直都在 它不会因为犯错了失去 我们要做的 只是去决定 接受这份爱 记者魏宇田姚婷婷高雄报导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在您看看三个周末好去处 高雄美农才会大地花海开园了 这次主要以色彩缤纷的波斯植百日草为主 现场还搭配载人热气球高空赏花活动 吸引不少民众 花旗也预计会持续到二月底为新春天点喜气 台南百花季也要在这个周末情人节揭开序幕 今年也进驻了许多可爱缤纷的装置艺术 里面除了有大型马卡龙 张柄人装置 还有最近台南很夯的龙猫也能看见 这里过年剩下不到十天 台北市和新北市的年货大街也双双开跑了 底化街年货大街也正式开卖 从早到晚人潮也挤得满满 不管是糖果饼干还是南北杂货 一条街就可以通通买齐 也吸引不少民众试吃 接下来带您一起来关心气象 把镜头交给主播婷婷 欢迎来到City News气象时间 我是气象主播婷婷 周末冷气团强度有机会稍微减弱 温度也会逐渐回升 但还是属于比较冷的偏气形态 让我们一起来看各地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为多云时勤 温度是14到21度 而中部地区为寝室多云 温度是14到21度 而南部地区是寝室多云 温度是16到23度 东部地区为多云 温度是13到23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City News气象时间 最后把镜头还给主播婷婷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也别忘了持续关注City News城市新闻 预祝您有个愉快的前节周末 我是主播婷婷婷 我们下周再见 曾经拥有过的一双鞋 曾经背过的那个宝宝 曾经向往的旅行 曾经去过的餐厅 曾经看过的那床电影 曾经感受过什么是快乐 曾经分享的音乐 心中秘密的丝铃 舍不得掉 忘不了 怕曾是记忆中 那最最美好 那时候念着 也是一种情调 精神中秘密的丝铃 还没有 对 那個對象曾經談過的戀愛 曾經流過淚的歌 曾經熟悉的那雙穩定 曾經感受過什麼是愛上 曾經接觸過的心 曾經感動過的人 捨不得掉 忘不了 他曾是記憶中的最最美好 有時候念著也是一種情調 捨不得掉 忘不了 留在心裡著笑 證明我曾畫過 我想我只是太勉強 我只是太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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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此刻現在跟你在一起的 希望都是快樂的 那副歌會唱嗎 會的可以跟我一起唱嗎 我只是太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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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